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5号礼拜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整30天了 乌克兰加油 现在是早晨7点02分 又有一封粉丝来信 他说呀 中国人已经被所谓的打击娘炮文化洗脑了 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迈进了 他说坎爷呀,您好 前天看知乎 有人提问 吴京说 想要让中国少两个娘炮 为什么会被骂 结果底下的回答全是力挺吴京的 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回答里 甚至把没有肌肉 喜欢护肤品 喜欢穿粉色衣服 和爱好和平 不愿争斗的男人 统统化为娘炮 这样的回答 把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了 如今的知乎 是什么人都能上的吗 也翻了一下回答的这个人的主页 看到他回答的也竟是这种问题 他还是个普京的支持者 巴不得俄乌打起来 只要跟武力 暴力和所谓的硬汉情怀 有关的问题 他都是持赞成的态度 这两年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娘炮的文化运动 文化运动 怎么让我想起来文化大革命 文革 说要弘扬阳刚之气 抵制阴柔之气 结果就跟文革一样 这个他用的是打死 他说打死了一批无辜遭到牵连的人 注意这里的死不是虚词 是真的有人因此而死了 去年11月 一位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的摄影师 叫陆道森 对对去年有这么一个事件 叫陆道森事件 在浙江周山跳海自杀了 从他的遗书看 他曾遭到严重的校园暴力 在学校时 他因为长得很像女孩 很乖很有礼貌 就被嘲讽为娘炮 假姑娘 被威胁 让他下跪 拦着路不让走 被一群人围着欺负 而遭受了校园霸凌 工作后也不顺利 事业并没有多少起色 层层重压 让他的生命不堪重负 一位陆道森的朋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之所以他在最后的遗言里提到玫瑰 是因为陆道森喜欢一首叫玫瑰少年的歌 觉得这首歌里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相似 这首歌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主人公叶永志因行为举止 不够男性化 长期遭受同学的霸凌 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 这位摄影师生前才华横溢 网友为此感到可惜 然而两伙人啊 然而这伙 这一伙啊叫嚣着打击娘炮文化的人 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屠刀 他们转而寻找新的攻击对象 结果他们又盯上了一个学芭蕾舞的男孩子 一群吧 最近我看见了一条视频 视频中一群年纪十二三岁的 芭蕾男孩正在练功房 辛苦练功 汗流浃背 结果底下评论区里边好多人骂这些孩子是娘炮 其中一个评论称 男孩男生跳芭蕾 真的影响社会 以后社会要是这样就废了 还有的评论说 中国的男孩怎么能学跳舞呢 应该全送去当兵 全送去学搏击 那才有阳刚之气 还有些人骂这些男孩是同性恋 甚至还有评论说想性侵他们 坎爷 我认为国内的国墙内的国人已经丧失了人性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素质可言了 早在2015年中国妇女报就将娘炮一词列为了歧视词汇 要求禁止使用 可直到今天都没能阻止 这是为什么呢 坎爷 我感到很悲哀 因为中国要走向法西斯化呀 要穷兵独武 张牙舞爪啊 是吧 要这个所谓的统一吧 实际上是占领台湾 是吧 然后在南海那些岛礁的军事化 对吧 九段线 说南海都是中国的 对吧 中国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了 现在啊 那么要求禁止使用中国妇女报啊 认为娘炮是歧视的 最后再给您分享一下 1995年意大利的哲学家叫埃科 在永久法西斯主义一文里 这篇文章叫永久法西斯主义 界定了法西斯主义的14个特征 这14个特征 第一崇拜传统 第二排斥现代主义 第三为行动而行动 第四意义及叛国 你只要跟领导想的不一样 跟执政党就是叛国 第五反对外来者排外 种族主义 第六 拉拢受挫的中产阶级 第七用阴谋论 让追随者感到被敌人包围 是吧 阴谋论吗 深层政府吗 对吧 感到被敌人包围 有种恐惧感 谁都是来剥夺我的 来侵害我的 来割我的韭菜的 第八 活着是为了斗争 第九 鄙视弱者 第十 英雄崇拜 第十一 宣扬男子气概 第十二 把部分被选中的公民 当作全体人民 第十三 使用贫乏的语言和基本的句法 限制批判性思维 他说了十三个 他说有十四个特征 拉了一个 您看看中国中了几条 我看刚才这些说的基本中国都有了 是吧 有的男孩子就男性化一点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他就比如说天生就是比较内向 比较腼腆 我们小的时候 就在那个安定门外青年湖公园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 可能是上龙小学的吧 那会有个小学叫上龙小学 北京不是有填水井吗 过去 过去北京的井大部分都是苦水井 那会不是靠水井来那个喝吗 来饮用吗 就为数不多的上龙 安定门外上龙 那边有什么上龙大院 那有一个就是填水井 可能是上龙小学的 现在是不是叫安外三条小学了 就跟我们同龄吧 有一个小伙子 那会儿小孩吧 我也是小学生 他也小学生 可能四五年级吧 五六年级 瘦长脸 长得可漂亮了 然后呢 他跟你说话 他脸红 长得大酒窝 他就跟女生在一块 跟女生在一块干嘛跳皮筋 哎呦就那个动作呀 就跟那个女生 我们不 我不会跳皮筋 大部分男孩子不会 他跳的可好了 是吧 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异常 或者说不能接受的 是吧 每个人不一样 那有的男的 你像我们那个初中有个同学 就住在我们学校分斯厅 胡同旁边 那个胡同叫北下洼子胡同 就住在那 打乒乓球 好像东城区还是北京市 德国冠军或者亚军吧 反正德国名次 是吧 他就比较男性化 是吧 就像个假小子似的 这个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 是吧 这也是上天 上帝给的 不过那个女孩打乒乓球 打得特别好 她是 我们是三班吧 她是二班的 后来呢 她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跟我们班的一个叫三的 外号都管她叫三 就跟那三俩人搞对象 后来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呢 那会害怕 就给那孩子打了 那个孩子他们俩是生的 是怀的一对龙凤胎 后来打了孩子了 也不是因为什么 两人还分手了 现在那三呢 都五十多了吧 像我一样五十出头了 还这些年 后来他搬家住到广安门 就干嘛呢 就开滴滴快车去了 当这个司机 就是类似于出租司机 开滴滴 在美国叫Uber 是吧 就干这个去了 所以后来又结婚 生一个儿子 那儿子比我这儿子小多了 可能现在十来岁吧 还得养那孩子 所以他后悔了 说不如当时就胆小 那会儿怂了 是吧 你就生下来能怎么着 是吧 当然不过这社会的压力 俗话说的什么 舌头跟子底下压死人 是吧 这中国人这个社会舆论呀 反正也挺讨厌 挺可恶的 是吧 好吧 反正我是对这个娘炮 我觉得没问题 有的小伙子 就是吧 女性化一点 有的女孩子 男性化一点 这都叫个事吗 这不叫个事啊 对吧 中国现在在炒作 男性化 要阳刚 要打仗 刚才我说了 要占领台湾 要跟日本 韩国 跟那个越南 菲律宾 是吧 要扩张领土 都什么年代了 还扩张领土 看看普京的下场了吗 对吧 普京就想扩张领土 恢复苏联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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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